这个面包啊,烤的焦焦的啊,完了这个表面上有一点硬啊,然后里边是软的面包啊,在烤炉里烤出来的,然后这个吃的时候,把这小西红柿完了抹在上面啊,这个 还要把这个蒜啊,也可以抹在上面一点啊,如果喜欢吃这个蒜的味道啊,不愿意的话可以不抹 然后这个汁啊,跟他多要了一点汁啊,这个宽汁啊,汁多一点啊,然后这个海红 这是今天的头道啊 然后就喝这个酒,这个Blanco,Veno,白葡萄,红葡萄,也叫黑葡萄啊,然后一喝 这个西班牙这个地理位置好啊,无论是俄罗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还是中国进攻台湾 然后跟这个日本啊,跟这个驻日美军啊 跟这个驻韩美军啊,交火啊,打仗啊,都波及不到这儿 我们在欧洲的西南角啊,离俄罗斯两千多公里 离中国九千多公里啊,所以这儿比较安全 得天独厚,世外桃源啊,人间仙境 人间乐土,人间天堂,真的特别好 气候特别好 你看现在十月份了吧,中午的时候二十五六度 早上起来二十一二度,有的时候十七八度 虽然有点温差,但是还行,挺舒服的啊 而且也不潮,不是那种闷热呀,什么桑纳天啊 完全都没有啊,这个干爽干爽的 太阳底下,它晒的时候特舒服 它比较干,然后一到阴凉地儿,又凉爽 它没有那种什么桑纳天啊 或者像南方啊,中国南方那种梅雨季节啊 完全完全都没有,这特别的好啊 今年夏天,我们家开空调 大概也就开了五天 九月份还是八月份,我都忘了啊 这个八九月份就开了五天的空调 而且每天不是说从早到晚 就是中午那一段啊 中午到下午,开个七八个十来个小时 特别好啊,而且这儿的人也特好啊 刚才那服务员啊,对我特好啊 那服务员长得像我一同学 我那同学是在工商银行当一个支行的副行长 然后跟他特相又瘦又高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好 物价也便宜,房价也便宜 你要是在香港啊,东京啊 这个伦敦啊,纽约啊,洛杉矶啊,巴黎啊 也许啊,还有柏林啊,罗马啊 这种地方啊,你要是比如说有套房 你给卖了啊,你到这儿买个两三套 三四套四五套玩似的 哎,便宜得很 是吧,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 哎,这个搂草打兔子也好 还是拉大网撒小鱼也好啊 撒大网蒲小鱼也好 反正到这儿真是,哎呀 性价比啊,物价便宜 然后房价便宜 然后当地人热情,没那么多事,知道吧 这是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移民都在这儿 这个国际化程度比北京 北京的国际化程度,包括上海 比这儿差十万八千里 而且这儿没把,没有人把你当外人啊 在我们这儿坐地铁 这个车厢里边啊 你能听到中文 甚至中啊,甚至这个汉语的方言 啊,什么浙江青田话 哈哈哈哈 是吧,东北话 山东话 北京话 阿拉伯语 德语 俄语 法语 英语 意大利语 什么乌尔都语 啊,日本语 韩国语 能听到各种各的语言 菲律宾人 啊,菲律宾的语言 哎呦,南美人 啊,南美人说葡萄牙语 啊,说西班牙语 巴西人是葡萄牙语 是吧 我们这儿也住着好多巴西人 啊,你像我的邻居 美国人 啊,美国纽约的 英国的 意大利的 法国的 德国的 波兰的 啊,就是世界各国的啊 我们这一片啊 没有亚洲人 我是唯一的亚洲人 黄种人啊 特别好 所以我看啊 有的人还说 想在日本啊 说这个赖户内海 小城市 啊,那日本啊 我去过 日本的乡村啊 或者小城市啊 差不多有五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的房子 都没人住了 日本的老龄化 特别严重 老人如果雇去了 那个房子就闲在那儿 日本的房子倒便宜 我听说在农村 就是交通不太好 最便宜的二十万人民币 就一个 一户建 就是那种所谓的独栋别墅 但是它不是独门独院的啊 有的二十万 有的贵点的七十万 三四十万都有 像我们这儿还行 我们这儿的移民多 西班牙是移民国家 源源不断的 世界各国的移民 都是中年人啊 甚至年轻人 小孩啊 所以我们这儿的这个 很少有这种房子 我说的巴塞罗那啊 巴塞罗那啊 这个太农村的地儿 我也没去过 或者去过 我也是玩啊 完了之后 就是 基本上吧 比如说巴塞罗那这些地方 这个房子没有空的 而且啊 很快就租出去了 也不会说 你这房子怎么怎么样啊 都不会 非常好 治安也好啊 我们这治安也好 有点小偷小摸 那点旅游区啊 是吧 全世界的旅游区 也不是百分之百 都那么安全 对吧 你要是本地人的话 完全没问题 有点 谢谢